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个家是有故事 有情感 有对外界的东西的一种的容量 就是一个世界观 就是我的盘子 大家好 我是高文安 今天非常欢迎你们过来参观我的家 走进高文安的家就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在这个充满文化底润的家里 承载了高文安不同年龄的人生毕业与沉淀 也在慢慢的岁月长河里回馈他心灵的慰藉 其实每一个家都应该有它的故事 我自己家也是有我自己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我三十多年来 慢慢累积下来的一些我对文化艺术的喜爱 然后把它融入到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面 这些东西都是我那么多年来 从全世界的很多不同的国家里面 我觉得有意思的有故事的东西我都买回来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家里面很多国际性的东西 也有很多中国元素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一定要生活化 不是用来做成一个艺术品 所以我这样的房子可能不是一般人能接受 但是这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在高文安的家里有一种无法忽视的自然原始气质 随处可见的布置家居几乎遍布每一个空间 包括房间所有的门 像这个用整块原木做成的板床显得稳定而有气势 最有个性的就是高文安的卧室里 几组粗糙原始的木制衣柜 高文安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木头的原味 我觉得最有人气的这个木 木是软的 我这个衣橱也是很特别 我去印尼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家具店 我看到这种衣橱 我觉得很漂亮 因为它每一块木头 拼上一块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很图的画面 而且每一个门每一个衣橱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我很很很很喜欢 我就把它买下来 但是基本上客人一看到这个东西 他们觉得你是搞破烂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有些东西不是完整才叫美 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有缺憾 也才是有它的自己的个人的个性在里面 所以我所有的衣橱都是用了同一样的块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心之所致大家情怀 高文安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 在他的家里收藏了很多老物件和很有历史的中外艺术品 像这个餐厅的椅子就是他的父亲留给他的传家宝 还有客厅的这个提沙发 已经用了几十年也不换 家里所有的这些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老物件 在这里都适得其所相应成章 高文安也巧妙的模糊掉时间的概念 用奇思妙小的设计 把古董变得天马行空 我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 我在一个古董店看到一个天花的吊顶 天花的吊顶 我觉得很好看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用来干嘛用 但是我只是就是很好用 很好很舒服 它都是手费的 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 价格也不是很贵 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到我装出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个客厅吊顶 可以用这个吊顶装下去 但是我把它挫开 灵活一点的处理 所以就有这种感觉 它这个呢已经有大概是500年历史的 这个吊顶 所以我觉得我就喜欢用那些 旧的东西的改变用途来用下来 所以就更加有故事 我还有一个收藏的就是一个中国的桥符 这个桥符呢我买下来的话 我喜欢的就是它还没开领 领口还没开 其实前后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做的时候呢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把它用上 就是前后都能用上 碰巧就是我这个房子呢 我可以用得上 两边用起来 然后呢把我的餐厅跟我的健身房隔开 我需要用餐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桥符拉好 然后呢后面打的光暗一点 那么用餐的时候的气氛好一点 我非常重视在家里边的 不同的生活的一些细节 所以在我的客厅里面 我有那个电视机 我都用我一幅画 能够需要的时候 要把它端起来 用的时候才打开 因为我觉得我的家 不是卖电视广告的 所以我把它收起来 开着电视来接待客人 这个我不能容许 高文安虽然已经年过七十 不过多年来养成的细心的习惯 让它不放过每一处细小的设计 比如这个看上去很破旧的鞋柜 我觉得一个家 应该有一点点的幽默感 不要老是说全部是完美的 我觉得有这种的一种冲击 反差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很有故事 所以这个柜子后面呢 就是我的鞋柜 我可以打开给大家参观一下 鞋柜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收藏鞋子 比较有问题 但是我这个鞋柜里面 就是每一个商鞋子 都有一个盒子 存在 也可以把它拉出来 也在那个照片 也可以拍在这里 你每一次用完的时候 放进去 你知道那个鞋子在哪 70多岁的高文安 现在最大的爱好 依然是每天坚持健身 每天努力的工作 未来高文安还会继续凭借着勇气追逐自己的梦想 享受梦想带给他的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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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